防疫旅館大火31人受困其中 现场救护车消防车与时间赛跑 还有人站在窗边闪着手机亮灯求救 大火烟烧整整9个小时 但不幸的是一把火烧出了4条人命 20人呛伤送医 起火点疑似是2到3楼的闲置空间 浓烟不断往上窜 烧到7到9楼的防疫旅馆 一名从泰国返台的传教室命上火窟 昏迷前他从窗口往下拍 到底要不要逃内心拉扯 刚才有警报说火灾 老板说误传 但是这应该不是误传 越来越大 我也不知道能跑还是不能跑 他跑出去又要叫我们罚群了 但是不跑 我们会不会死在这火灾当中呢 没讲到一语成诚 他最终死在火场 如果要跑老板应该会 可以敲我们的门吧 不会他自己先跑了吧 看农烟了你有疏散旅客吗 那刚才没有 我们里面的职员就告诉我 你不要出来出来呛到农烟 业者说怕农烟呛伤才要求他们 待在房间 但这一间防疫旅馆5月11号才通过 消防安检 如今又传火警 传教士等不到救援 打电话求救只留下四个字 我不行了 没想到成为疑言 疫情期间员工分流 加上自住行入住 只留两到三人留守 假使遇上突发状况 根本无法应付 至于起火的真正原因 还要火掉科 进一步厘清 集中部综合报道